NEWS LAB 女生研究室 月月有本難念的經 你有史上最拍到頂的好朋友嗎 月經MC大姨媽 你都怎麼稱呼呢 每月來訪的大姨媽 當多少女孩不為經驗 NEWS LAB 女生研究室 針對3713名台灣女性調查顯示 超過半數以上的人都感到驚奇不適 更有79%的女性 在月經期間容易感到情緒暴躁 甚至情緒低落 再次警告各位男友老公們 要有良好的心理建設 拿出你的愛心、關心和耐心 好好照顧不適的另一半哦 俗話說惹熊惹虎千萬母湯惹到的驚奇安全雜貌 除了像老天吶還下輩子不要當女人之外 大部分女性多採取的實際做法有 躺著休息、熱敷與食療 就是吃飽穿暖 然後默默期許自己躺著躺著 就會漸漸失去 意思結束這一回合 喂醒醒啊 女孩們為避免家具驚奇不適 酒精、茶類、咖啡、紅肉 乳製品過嫌有煞的食物 千萬不要吃 不要不要 來也超還 不來更煩 你的姨媽準時嗎 有61%的受訪者 最近一年都有驚奇不規律的狀況 經常不規律的狀況 多發生在24歲以下的女性 而針對驚奇大遲到的窘境 有12%受訪者選擇看醫生 有79%受訪者會採取相對不明確消極的行動 顯見還是有很多女生對於遲到月經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呢 哦意外總是讓人措手不及 那該來的就還是讓她來吧 既然如此 那女孩們又是怎麼挑選命定的驚奇衛生用品呢 有76%受訪者以舒適度為優先 而24%會選擇特定品牌 另外 54%受訪者會讓另一半協助購買生理用品 其中25到29歲的女性 最常請另一半協助採購生理用品 其次為30到34歲 各位另一半請先把羞恥心拋在腦後 貼心的為心愛的她採購生理用品吧 除了選擇命定生理用品外 更換頻率更是關鍵啦 根據調查 僅有59%的受訪者是 0到3小時才更換一次生理用品 更有超過6小時才更換一次的受訪者 夭壽! 他捏 根據醫師建議 生理期間最少3小時就要更換一次為生眠 量多時間每小時就更換一次 以防驚奇女性自身免疫力下降 受到外部細菌的侵害喔 接下來這個也太害羞了吧 驚奇前後的性行為 比較容易高愁 咦 44%的受訪者認為 驚奇前後的性行為比較容易高愁 喔 另外有88%的女性 不會在驚奇期間進行性行為喔 驚奇性行為不僅是容易感染的問題 多數女性在生理期間都已經感到不適 甚至疼痛 怎麼還會想要進行性行為呢 好吧 這件事也沒什麼好害羞的啦 女孩啊 應該以平常的眼光看待月經的大小事喔 每次月經都是檢視自己健康狀況的好機會 請各位別忘了好好照顧自己喔 當然也別忘了照顧自己的好姐妹們啊 NewsLab女神研究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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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